常言道,人不可貌相,当真是这样吗?其实不然,很多时候,人是可以貌相的。 这里的貌,不只是单纯的外貌,而是新貌,佛经理讲向游新生,静游新造,一个人的内心,往往可以反映在他的容貌、言谈、举止中, 眼眸里映出真诚虚伪,一探中献出修养气度,身材显露生活方式,穿着看出个性品位,言谈举止透露才华格局,眼角眉梢藏着岁月沧桑,人,是可以貌相的。 曾国藩精通向人之术,他专门写了一本冰简,总结他多年识人,用人的心得,其中有八只口诀,是曾国藩社会的结晶。 邪正看眼鼻,真假看嘴唇,公民看气概,富贵看精神,主意看执照,崩波看脚筋,若要看条理,全在语言中,一个人是正是邪,看眼睛鼻子是否端正,是真是伪看嘴唇,是否能成就公民看气概,能不能想想富贵看精气神,又哪有逐紧看手指,一生经历多少崩波看脚筋,又哪有条理看言谈, 有一次,李鸿章向曾国藩推荐了三个年轻人,请他给三人安排职务,曾国藩直到来以后,羡慕出来,在暗中观察留意三人的神色。 过了十九,曾国藩才出来,与三人交谈了几句,便让他们退出去了,然后对李鸿章说,第一个年轻人可以让他负责后勤,第二个年轻人只可派给他虚职,不能为以重任。 第三个年轻人是大将之才,前途不可限量,李鸿章大户不减,问是怎么看出来的? 曾国藩说,第一个年轻人目光低垂不敢仰视,问话又一句答一句,老实忠厚但魄力不足,适合做后勤。 第二个年轻人看似恭敬,却东张希望,言语机灵却产昧投机,不堪大用。 第三个年轻人目光凛然,话虽不多,却感觉书几件,与我意见相左也不卑不亢,是大将之才,可为以重任。 果然,第三个年轻人便是后来担任台湾群抚,在中华战争中保卫台湾的民族英雄,刘明传。 书本话说,人的外表是表现内心的图画,相貌表达并接受了人的整个性格特征。 一个人的性格,全写在脸上,一个有修阳的人,都是注重自己的外表的,连自己的外表都属于打理,还谈和修阳。 民国最后的贵族,郭婉莹,上海永安百货或郭氏家族的四小姐,用一声告诉我们,修阳刻在骨子里,更写在脸上,真正的高贵,是由内而外透出的修阳。 在那段特殊时期,郭婉莹被打成右派,曾经经之欲业的大小姐,被下放到农村喂猪,扫厕所,挖鱼堂,卖咸鸭蛋。 住在肮脏潮湿的小黑屋里,食指不沾阳春水的鲜鲜细手,磨破了皮,结了雪茄,长了厚茧,生活的苦难重重压在郭婉莹身上,但她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,她会是蓝落花做成胭脂,擦在嘴唇上,微笑着出门,穿着干净整洁的旗袍去刷马桶,踩着高跟鞋去菜市场卖咸鸭蛋。 冬天小黑屋里寒气森森,她却说,晴天的时候,阳光会从破洞里照下来,豪迷。 郭婉莹满年时,有人问起那段黑暗岁月,她笑着说,那些老左有助于我保持苗条的身材,被生活粗暴对待过,郭婉莹也没有变得满脸力气。 她依然有假从容,明亮深邃的艳谋,温柔而坚定,有人评价她,有人有人,大家归秀游在,花开花落,兼致玉叶不败。 真正的修养,都是写在脸上的,温柔的眼神里,透露出对世界的深爱,苗条的身材,反映出自我的掌控和人生的进取。 干净的仪容是对别人的尊重,更是对自己尊严的守护。 王尔德曾说,只有浅薄的人,才不以冒去人,意思就是,没人有耐心透过你肮脏的外表,去挖掘你美丽的灵魂。 你的外表有多好,运气就有多好。 1995年,杨兰求时一再被拒绝,因为穿着打扮不得替书次被面试官鄙视,杨兰愁眉苦脸回到租的房子里, 披散着头发坐在床上,一边看招聘信息一边吃东西。 冯冬是个严格的女人,要求一折干净整洁才能进门。 冯冬看到杨兰披头散发在床上吃东西,大打违反了她的原则,怒气冲冲的让杨兰滚出她的家。 杨兰愁的走出冲出了门,来到一家咖啡厅,杨兰在一个空位落座,对面是一个打扮精致,穿着讲究的老太太。 老太太并不看她,而是递给她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,洗手间在你的左后方拐弯,示意杨兰去洗手间整理衣容。 杨兰脸红了,看着自己凌乱的头发,老舅的衣服,松松垮垮的运动鞋,鼻子上还沾了面包线,第一次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。 杨兰回到座位上,老太太已经离去,只留下一张鞭签,写着,作为女人,你必须精致,这是女人的尊严。 杨兰明白了,以貌取人,其实是很公平的,一容得体能让别人首先尊重你,穿着整洁能得到更多人的帮助。 从此杨兰开始注重打扮,变得自信而有底气,获得了更好的机会。 如杨兰所说,没有人有义务必须透过连你自己,都毫不在意的邋遢外表,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。 干净整洁的外表,是一个人的尊严,也是好运气的来源,从你的脸上,就能亏出你灵魂的模样。 年岁越深,灵魂在脸上呈现得越明显,一个人是幸福还是凄凉,是温柔还是暴力,是善良还是阴险,是正直还是邪恶,大多可以从脸上看出来。 奥黛玉鹤本说,若想拥有迷人的嘴唇,经常说闪异的言语,若想拥有动人的眼眸,请找寻他人的优点。 若想拥有苗条的身材,请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,若想拥有美丽的秀发,请让孩子用手指穿过你的房间。 若想拥有优雅的仪态,请牢记你永远不会孤单独行,愿每一个人,愿活愿好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